hello大家好 我现在在安亭 我身后这台是MG最新的SUV MG-1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但是今天其实不是来体验这辆车的 我们今天是来体验这台车的一个智能 其实我觉得大家一直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很多人会把电动车 新能源车 跟所谓的智能化滑等号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视频就带来大家以这台MG-1为例子 来打破你这个固有的观点 那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新能源车看上去智能呢 它主要还是因为新势力 包括很多新能源品牌 很喜欢在宣传上突出自己的一个智能 但是很多传统品牌并不会这样做 所以说这是我要说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新能源智能 第一个原因就是看上去智能 当然你看这台MG-1 如果传统掌上印象把自己的车 造的看上去很智能 其实也是很容易的 你看看它那个大大的双联屏 还有把所有的以往那些 包括调整后视镜的按钮 全都集成到了屏幕的左边 这台车我觉得看上去确实是挺智能的 所以看上去智能 理论上想要它看上去智能 它就是可以看上去智能的 第二个让一台车显得很智能的一个因素 就是芯片墙 这跟我们手里的手机电脑也是一样的 它CPU快 那么它的整个运算速度就快 那么它所谓的智能化程度就高 那么这台MG-1和现在很多的 开始宣传自己智能化的燃油车产品 一样都采用了 骁龙8155的一个处理器 那这个处理器我之前研究了下 它基本上是以前 骁龙855加的一个车规版的应用 一大盒三中盒 再加上四个小盒的一个设计 一共是8盒 然后它支持5G WiFi 6 那我相信玩电子产品的朋友 对这个处理器应该还是挺熟悉的 不过那么车规芯片 它在耐用性工作温度上面 会比手机上的芯片 来的要范围更广泛 也更耐用一些 但是基本上来说 这一块CPU在现在的车规级的一个 座舱芯片当中是最高级的了 那可以说它就相当于我们手里面的那些 骁龙888或者苹果的A15处理器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台MG-1的一个系统的流畅程度 还是相当不错的 包括它的语音识别速度也很快 包括车里的一些三维的一些模型 基本上没什么掉针的情况 那所以说只要你肯花钱去买更好的CPU 那么这个车就会有很多的智能 那么大家判断一台车智不智能的第三个原因 就是它的自动驾驶辅助有多强 那么理论上和我刚才说的那个坐舱芯片一样 那一个12伏的电瓶就足以把现在主流的一些运算单元给带起来了 所以说燃油车的一个电力系统对这些自动驾驶芯片 坐舱芯片是完全不够的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能买到的那些比较智能化的燃油车 它的驾驶辅助上面 它其实是不会落后于主流的一些新式利品牌所宣传的那种智能汽车的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啊 那因为大家的一些自动驾驶芯片啊 包括坐舱芯片的供应商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么所谓供应商一样的东西呢 它能实现的一个功能的上限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台MG-1呢 它也有L2加级别的一个自动驾驶辅助 那么它的硬件其实是冗余到L3级别的 今天你看我们今天的试驾项目 包括一个ACC的一个自动更停 一个车道的保持 还有这个高级的自动摩车系统是通过图像识别来进行的 它看到那种车位啊 包括机上化线的这些车位啊 都可以通过图像识别来自动的停进去 那包括那边呢还有一个透明底盘的功能 那么这些功能呢在现在的燃油车上呢 其实都是可以实现的 那所以说呢不要觉得啊 什么新能源才能智能 那所以说我前面说的 大家判断一车智不智能的三点啊 第一点看上去智能 第二点芯片坏了一桥 第三点自动驾驶辅助功能权 那这台MG1是不是都符合呢 所以说真的智不智能呢 跟它是不是燃油车 是不是新能源车 完全没有关系 那你看马路上很多跑的这些专车 它也很简陋啊 就像一个十年前的车 壳子里面换了个电瓶 换了个电机 但是你看 如果传统厂商想把这个车造智能 同样还是可以造的非常智能的嘛 好那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